近日由易兹范举办的第一届写作大赛 在经历了数日的争稿与评选之后 终于选出了获奖选手 并在阿凯迪亚市举行了颁奖仪式 本次比赛收获了来自美国和中国的文学写作爱好者 投递来的近百篇文学作品 文体各异 故事多样 从不同的视角传达了生活的意义 同时 易兹范邀请到了美国洛杉矶华文作家协会 美国书画艺术研究院共同合作 专业评选出本次比赛的优胜作品 我们希望通过此次比赛 能够努力培养留学生们的文学爱好 提高他们的文学素养 本次比赛也收到了很多爱好文学和写作的同学们的优秀作品 我代表易兹范 向积极参与此次比赛的同学们和社会各界爱好写作的朋友们表示感谢 并祝贺本次比赛获奖的选手们 本次比赛由张富丽和Sky Lamar在留学生组脱颖而出 获得荣誉奖项 同时 王侃获得社会主义等奖 Jessica良 于大栋 黄庆红等12名选手分别获得2等奖和3等奖 刚来美国的话就是也没有特别多的朋友 然后挺感谢伊兹范这个平台 就是他们经常组织很多留学生的线下以及线上的一些活动 然后让我就很快地融入这边美国的新的生活 然后也结交了很多朋友 然后还经常举办一些比较有意义的比赛什么的 这次写作大赛延续一丝范 今年多种比赛的终止 大力推动中美文化的交流 弘扬写作与艺术的魅力 努力推进中国留学生的文学爱好 同时也为接下来的竞赛和活动 拉开了序幕和树立榜样 为中国留学生提供更广阔的平台 更多元化的展示机会 与美国当地社区深度互动 增进美中两国民间的友谊与交流 凤凰卫视实习记者林汉琴 洛杉矶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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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